在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头 常会见到脆袖黄裙 宽袍广袖 青衫白挂打扮的青年 经过十多年发展 汉服已从小众青年的文化符号 步入大众审美视野 蕴含在汉服中的传统文化 正在推动青年群体走向潮流前沿 今天让我们走进两位汉服小姐姐 听她们讲述汉服爱好者背后的故事 今年刚满20岁的吴雨菲 是北京大学基础医学专业的学生 她从七年前开始接触汉服 衣柜中近50套形形色色的汉服 她如属家珍 马面裙 河岭笔甲 利岭衫 斗篷 被子 送库 明远礼 坦岭半壁和坦岭衫 吴雨菲说自己有近80套汉服 初中开始她就开始在网上关注并购买汉服 高中的时候一年在汉服上的消费可能一千多吧 就最近两个月吧 每个月都能上千 多的话肯定会上万 由于不少热门商家制作工期长 价格不菲 吴雨菲常选择自己动手制作汉服 这个作的呢其实是绑南宋墓里的一件对筋 从高一的时候开始有自己的缝级 因为初一的时候 当时了解到汉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想拥有一套汉服 可是我没有钱 所以说我手缝了一套汉服 缝了一个暑假 同样是汉服爱好者 今年27岁的皇甫岳华 是北京汉服协会的副会长 她说入圈十年 汉服早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她平均每月都会入手一套新仪的汉服 没有200也有150多了吧 199一套的我也买过 3800一件的我也买过 一套下来便宜的三四千 然后贵的可能七八千 今年365天 我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来穿汉服 对皇甫岳华来说 汉服带给她的不仅是美丽的服饰 更多是在审美 生活质量和文化素养上的提升 我觉得汉服对我的生活最大的影响 就是一个是审美 然后再一个就是对舒适度的追求 通过汉服 我接触了更多传统文化相关的东西 在北京汉服协会工作的十年来 皇甫岳华见证了汉服的发展 她说十年前 人们对汉服更多的是不理解 比较早的时候出去拍照 然后会打扮得比较隆重一点 就会有人就比较调笑的那种仪器 你看那个穿了那个和服 然后还要来那个圆明园 同样是北京汉服协会成员的吴与飞 也有相似经历 有一个大爷吧 看着我们穿衣服 破口大骂说 说你们穿小日本鬼子的衣服 但是当时其实是跟他讲了 他也没有听 他不信 然后觉得我们在强心狡辩 经过十年的发展 北京汉服协会中的十名成员 已增长到六百多人 汉服爱好者群体 也从十年前的八零后 发展到九零后 甚至零零后 既有在校生 也有在职人员 在两人看来 现今越来越多人 开始认识和了解汉服 很多人的目光 他们里面是带着赞许的意思 他们觉得你的衣服好看 他们也会主动来问你 这是什么呀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就会告诉他 说这是汉服 然后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 我就是穿了个交领的服装 然后外面套了个羽绒服 然后从地铁上 那个门下去 然后有一个人上车 然后就有一个错间的功夫 然后就听他说了一句 哎 看那是汉服 随着汉服 为人们了解和普及 不断更迭上新的服饰 已不能满足 资深汉服爱好者 深耕服饰背后的传统文化 丰富业余生活 成为汉服空门的更高追求 上大学后 吴宇飞在学习专业课外 还选修了艺术史论双学位 一有空 他就会研究 古代画作中人物的福制款式 郭国夫人游春图 然后会先去看 他里面人物穿的衣服 然后比如说 你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习俗 就是胡服骑射 因为汉服 吴宇飞还迷上了摄影 水彩画创作 业余时间 他还会配合国风电子乐 在家练习跳宅舞 而黄斧乐华 则选择在悠扬的古琴音中 感受中华礼乐文化 中国古代六亿之一射箭中的 礼舍八法 他也熟人于心 起约无依 与此同袍 源自诗经无依的诗句 道出了许多汉服爱好者的心声 汉服爱好者均以同袍互称 在他们看来 现今的汉服文化 早已超越服饰本身定义 而衍生出更多丰富内涵 虽仍会遇到不理解的诟病 但正朝普及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